大家好,我是Suan 大家看到這條影片的時候 我應該準備出門去看我新屋的風水 如果有看到上一條影片 我應該有說到我接下來會搬屋 今天約了風水師傅去看一看屋的擺位 其實我由一年前再一開始 就跌入迷信坑那裡 這條影片絕對不需要大家鼓吹去信風水或迷信 亦都不準備和大家介紹過師傅 這間屋有四間房 我想看看哪間房會比較適合豬仔睡覺 健康又會好些 其實這也是做了我媽媽之後的一個小小的求心安 看完風水之後就可以度尺 還有一個 empty house tour給大家看一下 然後就會去沙田看一看傢伙 因為我們其實不會搬很多傢伙過去 可能盡量搬到的就會搬 另外其他不是很適合風格的 因為我新屋會走一個淺色系的風 如果不是很適合的那些 我就不會搬過去了 所以就有很多都要重新添置 現在我就弄完頭就可以出門了 因為我沒試過這麼早來 我經常2、3點來 因為你去沙田跳舞 又沒去到沙田跳舞 但是光浪很多地方 你去沙田跳舞 我來過很多次了 你去沙田跳舞嗎? 沒有 你去沙田跳舞嗎? 因為我去沙田跳舞 我公司都是西邪 所以西邪沒有什麼不好的 其實沒有 沒有石斑可以做的 所以可以做的 喔 這裡就變成木瓜位 旺間圓 這個位置是放植物 鞋櫃要收起鞋 不可以露出來 然後這個位置也可以放植物 是嗎? 對 對 然後沙發也可以 電視機也可以 啊 好笑 差不多了 上學都沒有用行李的樣子 好了 我們現在來一個 MT House Tour 剛剛師傅離開了 其實他在入門口 這裡是有個廁所 這是一個很奇怪的地方 所以我們可能到時 都是用來放雜物圍住 因為很難用衣服 這是第一個廁所 然後呢 剛才一行進來 另一邊呢 這個位置就有一個雜物房 或者有人可能會放來做姐姐房 但其實這樣 我們就不會讓姐姐睡了 當然 然後這個就用來做雜物房 然後呢 就是我們最適合這裡的一個大特點 就是它的超大的廳 那廳真的超大 而且我覺得它的專地都算不錯 然後就是廚房 這裡 我就不仔細帶大家進去看 然後呢 就是這個 離遠都能看到很棒的景色 接下來呢 我們這間房就會讓 朱仔做他的play room play room都有海景 很棒 然後這個就是第一個廁所 是下次有浴缸的 然後呢 就到主人房 那主人房呢 都是有海景的 還有它會有一個露台仔 然後這裡就有一個陶廁 陶廁 陶廁也是有浴缸的 對 也是有浴缸的 然後呢 剛才就是說 我們想要把床放在這裡 然後窗台會再做到很舒服 可以坐一下上去 可能我還會放一張桌仔 然後就到這裡有兩間房 那其實這兩間房呢 都幾小的 一眼看完 是這麼大的 這邊也是 那這間呢 就會做可能我的closet 或者是小豬仔的房 現在呢 就辛苦爸爸幫忙度尺的時候 爸爸會很仔細地度 其實我們已經買了一張梳化了 買了一張L型的梳化 然後電視櫃也已經訂了 所以現在應該是 收拾位置 然後就 應該還會換了兩盞很酸的燈 我們原本以前 是走工業風的時候 覺得在香港最漂亮 和最適合 買工業風的地方 一定是homeless 現在回看都還覺得很漂亮 我們新屋呢 要買這些水機 因為沒有雷水器 然後要再在水龍頭裡裝雷水器 然後 打算買咖啡機 在看這部好不好 剛剛在我看呢 我發現這些bookshelf的深度呢 其實都挺適合我來買收 還要很便宜 它有些是這樣有玻璃門的 其實這個就漂亮一點 但是我覺得我不要門都可以 所以 就是容易拿一些 反正我都會入一層袋 所以就選這些 我們剛剛 終於買了很多東西了 大部分 就是衣帽間 衣櫃啊 然後本身已經想買的化妝品 收拾那些呢 就買好了 好累啊 現在回家 我們下一次 再去新屋 抹東西 再更新吧 剛剛呢 就拍了一條Empties片 現在呢 就開始正式去收拾我的衣服 跟大家錄一些段寫尼 我怕一會情況相當混亂 豬仔又會亂入 那我給大家看一下 究竟現在 家裡 啊 已經是很多塵了 這個衣櫃呢 我們其實平時是一起用的 那你就這樣看就看得出 這些其實是身體衣服 那些呢 就是我的冬天衣服 那些我一定不下的 那下面呢 其實就沒有分春夏秋冬了 其實這裏呢 就是那些我未穿過的衣服 連色系都沒有分的 因為實在太亂了 那我之後應該會分回來 搬了屋之後 然後呢 這邊呢 就是我們那些長一點的裙 還有那些大衣 就是這裏 下面有夾蠻 然後下面呢 就有些睡衣啦 其實那些睡衣才是最應該 哎 我覺得斷捨離 真的很多都已經很舊了 這些是我的睡衣 這些是阿波的睡衣 然後這裏是內衣褲 就是底褲 眼罩那些 我就不開給大家看了 然後呢 其實這裏也有三個櫃桶 那這三個櫃桶呢 裡面有的東西 都是很值得斷捨離的 所以我現在就開始收拾了 你會不斷看到這個珠仔在幫忙 Hailey 你來這裡 這裡 這裡 嗨 你幫忙嗎 好 好 好 一開始 你會不斷ael 好 你會不斷 在 dodge 你會不斷 你會不斷 因為有這個人 真的沒辦法繼續 排台機 剛剛呢 已經將水衣 家製的衣服 阿波的衣服 阿波的褲子 我的褲子 褲子 毛巾 放在那裡 把所有外出衣服 凍住在那裡 實在太多了 我待會吃飯回來再攪一攪 因為我現在去我爸媽那邊吃飯 我現在的梳妝台已經斷舍來了 所以例如這些 胭脂已經剩下很少 唇膏也剩下很少 有點滲去 然後 總之每個桂桶也剩下很少 唉 就是這樣了 我現在就會把所有我的化妝品 放進這個籃子裡 因為這個籃子我打算保持在新屋 然後再把整個籃子放進箱裡 然後上面還有這些 又是我之前放在梳妝台裡的 一些放雜物結架 那我又可以把它繼續帶到新屋裡用 原來我全部的化妝品 現在只剩下一籃子 這個已經是我所有的妝品 上次的段寫來真的很成功 Hailey在我們撿屋的時候 看到那些玩具這樣放進去 她很擔心不停拿出來 媽媽 對 我們沒有開啟 我們沒有開啟 沒有充電器 讓我們看到嗎 有水 水 我們需要加水 沒有水 媽媽 媽媽 爸爸 爸爸幫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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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晨 今天又是一個要去新屋做些東西的日子 都還會再做少少清潔的 然後還有主要就是有些 在傢俬店訂的一些產品已經到了 那今天就過去收貨 上次我們已經把 下次洗乾淨 姐姐幫忙 接著 換了廁所板 浴缸就有些使用痕跡 所以要再處理 那這個廁所髮鏡都已經抹得很乾淨 那波現在在外面裝東西 我就決定進去清潔 還有套廁 今天是我們明天臨搬之前的一晚 東西大致其實都配好了 九成 為什麼我說九成呢 因為這個真的還有少少雜物 還有可能 HIGH CHAIR 其實都還沒套 接著這邊 豬仔的 這些桌椅 書架 那些其實都會套 不過就要轉頭再包這些 這些膠 還有電視機 接著呢 後面還有寄箱 還有豬仔的卡舌 這個卡舌應該遲些才回來拿 這張是我在床下搜到的羽絨皮 另外房裡面也還有一些 對 這個雜物櫃也還有一些 我們明天就有一個非常感臭的行程 好 我們明天再更新 這是我們搬屋機的日子 我現在帶了小魚下來 下次帶小魚出家都很緊張 以後應該就可能很少機會 帶他來這裡散步了 因為如果是 還是在我們那邊樓下 會方便一點 這個好像是我人生第一次經歷的搬屋機搬屋 現在這裡只剩一張梳化 後面已經是全都 然後搬屋師傅在裡面擦我的床 然後搬屋師傅在裡面擦我的床 在裡面擦我的床 在裡面擦我的床 在裡面 我待會就會跟車跟過去 深屋那裡 可以抹一下東西的晚上 明天就沒有這麼客氣了 因為我們明天才正式進去睡 剛才看著這個 充滿塵和 很少東西的 舊屋 覺得很捨得 因為每一塊東西 都是有他的回憶畫面 很厲害 他們真的好像一隊軍隊 這樣 不知道半個小時左右 就把這裡 我現在很小 就是把這裡所有東西 已經搬進來了 還有連張床已經組好了 所有人都搬了進去 現在等到我們就是這一堆 所以我們現在叫了一個外賣在這裡 在這些強力高壓 體力勞動的情況下 最好就是吃這些垃圾食品 我真的吃完這次 今天經過了全天 現在8點多 終於有飯好吃了 我們這張是碟桌 因為連張桌都還沒到 有蝦有鮑魚有魚 開飯了 辛苦了 今天帶了豬仔回來 我們來舊屋收拾東西 什麼事 什麼事 我們 我們斷斷續續有回來收拾東西 搞笑 他剛剛回來了 是這樣說 No more? Hailey No more? Where is Megan Chips? No more? What? Chips? W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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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ere are they? Gone? Gone? Where? Gone? No more? No more? No more?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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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mmm Hish H Quality Haded 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